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宁 我现在在新疆切莫 我在这边坐何天宇 来回的若枪和切莫跑 有句话叫做 说切莫的堂白 若枪的黄口 今天我要给大家看一个人 然后大家猜一猜 他应该外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先给大家看看 他店里面的这些 店里面的角落 这边是一个门口 然后看 在切莫这个沙漠小城里 看 看养的这个绿植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小仙人长 长得多好呀 然后 还养的小鱼 然后这个发财树 不像我一样 把那个叶子都养得黄了 人家这个发财树 真的是郁郁葱葱的 然后这边还有好多 小多肉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人肯定是一个很精致的 就是很温和的很精致的男孩子 但是我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位状态 大家介绍一下吧 你是哪儿的人 啊 大家好 我是我是从99年来新疆 然后来新疆 然后在这边一直待到现在 大概差不多待了有20年出头了 我是十十六七岁过来了吧 然后刚开始过来什么都不懂吗 也是跟着我表哥 从那个 从河南过来以后 跟着他去 走南闯北来回来回去 那个矿上面看料子 买料子慢慢一步一步吧 到从从最基本的东西 然后到现在 刚开始来也没钱嘛 就摆个小摊 就弄一家小柜摊 每天就风吹日晒 然后就在外面摆他 如果有人想做和田玉的话 你就是他 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 这种小白 然后你觉得你建议 他应该怎么样开始做起来 刚开始还是在勤奋刻苦 然后对料子要仔细认真一点 你肯定刚开始还是在 自己新手你要买点料子你切 你不切的话 光听别人说 你永远学不到知识嘛 你可能要自己去买料子切 了解这个玉的结构 了解这个玉的是哪个矿出的 他都包括他的原产地 然后才能一步一步你学的快一点 你的意思是说一定要学一些 嗯就是自己要尝试 嗯然后从开始切石头呀 然后做成品呀干啥 一步一步你才慢慢的学的更多 更真实一些 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 这个样子才能慢慢踏踏实实的起来 是吧 是的 你要是不懂的话 别人说这块料子好 结果你一买一切就不好 那说明 你就那个啥 没学到最基本的知识嘛 是吧 嗯 你就是这么多年哦 你二你这二十年 你觉得你大概就是 呃赚了多少 刚开始刚开始摆个小摊的时候 一年也就是就一节柜台吗 刚开始也是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刚开始一年摆他就挣个两三万那样子 后来慢慢慢慢就是挣个四五万 前几年生意比较好的时候 一年就是个五六十万 最好的时候一年挣个一百多万 你像打个比于今年这个行情 嗯 然后就不是太景气 然后各方面原因吧 然后料子也比较缺乏 反正原料也比较贵现在 然后今年就是一年挣个二三十万这样子 嗯 反正现在生意也不是太好做 和田玉毕竟现在是价格越来越贵了嘛 嗯 然后就是没有以前那个销量 我补充一下是新疆和田玉越来越贵了啊 大家不要误会 啊对就是说说的就是新疆和田玉 嗯 嗯 和田玉就反正指的就是 新疆的那个 和田那边的子料 他也统称为和田玉 然后前面这个金山唐白呀 你说唐青白呀统称都叫和田玉 他只不过玉种不同 一个是紫料一个是山料 哎 迪老板 就是你赚钱就是那样一直一直赚吗 就就那么顺利吗 没有 也是一路看看可可他走到今天呢 像刚开始的时候我买玉石啊 也只是光听别人说这批料子好那批料子好 我后来我就存了刚开始摆摊嘛 然后就存了五六万块钱 我想着说都看别人买料子挺挣钱的 我也去买一批吧 结果我去买了一堆 买那时候买了一堆有几十公斤吧 二三十公斤就六万块钱 结果切完做成成品以后 上山加工去弄完以后 后来还赔了三四万块钱 结果又又干了几年又挣了些钱 然后又去买了一批料子 买了六十公斤 十八万买的 然后一切直接赔了十六万 为什么 因为当时那个料子看的特别好 预制也稀 但是有些东西你光看不切 你是对它的预制不了解的 后来我一切 结果那个料子切开 它特别干 那个糖 它一切就跟它切成饼一层一层往下掉 哦 然后那个做成的成品特别干 然后又不太好卖 随后我在内地还放了好多那样的培子 我就赶快打电话把它给停工了 要不停的话 我加工费多少钱做的还要把加工费全部都还要十几万还要赔进去 像这浴室这一行就是你刚开始不懂的时候少买点料子吧 你懂了以后嘛建议你可以买一些自己收藏啊干啥都可以 嗯 都是从那个一路跌跌撞撞走到今天呢 每个人说每个人都是不容易的 没有说是一步就可以走上去 登天的 嗯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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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